退休三年 一直宅在家里 安静地享受退休生活的美好 在逛街的途中 偶遇几个老朋友 相聚在一起吃饭闲聊后感慨 性格决定命运 真的很准 性格豪爽的刘姐 永远是我们朋友群里的大姐大 说话半世雷厉风行 人生繁花似锦 性格犹豫的周姐 吃什么都要想半天 永远是瞻前顾后 谁说个事她都信 经常被人洗脑 性格执念的赵姐 有严重的感情洁癖 却遇到了不负责任的老公 伤害自己太深 性格烦人的巧姐 跟谁都说 她家的那点破事 搞得谁见了都不想跟她多说话 女人过了五十岁 尤其是退休后 谁过得好不好 看性格脾气就知道了 真的很准 一 性格豪爽 对谁都好 未必得到别人的感谢 刘姐是我们这群人里 性格最好的 为人豪爽 遇事冲在最前面 遇到谁家有个事 都喜欢找她帮忙 而刘姐也特别喜欢张罗氏 不论是红氏还是白氏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刘姐在家也是一把手 家里家外都是她的事 老伴被照顾得跟大儿子一样 啥活也不会干 就知道问刘姐 今天吃啥 性格豪爽的刘姐 对谁都是一副鼓道热肠 然而 却经常被有些人误解 甚至她帮了别人 别人还在背后说的她的坏话 不领情 还说三到四的 性格太过于豪爽 有些人办事说话 就容易没有分寸 越界 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二 心态软的女人 性格优柔寡断 容易被人洗脑 周杰属于那种心态软 欲是瞻前顾后 一件事翻来覆去 拿不定主意 还容易被人洗脑 她在家是做事最多 最孝顺父母的孩子 然而 就因为心态软的性格 别人不管的事情 她看不过去 她管了 自己还要生嫩气 她家老伴经常用亲情 给她洗脑 说什么女人的贤惠 是最好的名片 什么女人就该多做家务 才能忘家 而她呢 自己把事情都做了 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照顾父母 别的亲人 认为这是她该做的 因为她 拿了老人的退休工资 而父母则认为 她不孝顺 照顾自己还要钱 别的孩子来看望她 不仅给买东西 还给钱 所以 周姐现在的日子过得憋屈 又无处说理去 如果一开始就手足轮流照顾 谁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父母也能真正体会到底哪个孩子是真孝顺 三 太把感情当回事的女人 性格执念伤害自己 漂亮的赵姐 是那种性格比较执念的人 她喜欢谁 往死里喜欢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一心一意地对别人好 若她不喜欢谁 那也是肉眼可见的嫌弃 甚至当面直接跟人家说 讨厌人家 希望下次不要见到她 赵姐太把感情当回事 总觉得我对你好 你就要对我好 性格太执着 她家老伴那样 伤害她 不仅背叛婚姻 还给外面女人钱 可她觉得自己太喜欢她了 生活里必须有她 她内心备受摧残 把感情太当回事 受伤害的永远是自己 赵姐在亲情方面也是那样 不论父母和亲人如何伤害她 她都会劝说自己 那是自己的父母 那是自己的义奶同胞 即使自己受骗也要对亲人好 有时听她诉说这些 觉得老话真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四 喜欢逢人就诉苦的女人 性格抱怨招人烦 特别认同一句话 常常抱怨的女人 其实是在损坏自己的福气 为啥大家遇到祥林嫂都躲着走呢 还不是她把别人都说烦了 本来别人很同情她 就因她逢人 就诉苦自己那点事 这样性格很招人烦 这次朋友偶遇 也实属难得 大家好几年不曾在一起了 开心愉悦地吃顿饭多好 乔姐说不到三句话 就拐到她家那点破事上 不是婆婆的不好 就是小姑子的算计 要不就是她老伴的余孝 估计跟她认识的人都知道 她家那点事 都成为地球人公开的秘密 都说嘴是一个人的风水 经常说自己有福气的人 往往福气就真的到她身边 而经常抱怨的人 往往会把自己的好福气给说走了 留下的都是戾气和怨恨 特别喜欢这句话 女人最好的性格是 眼里写满故事 脸上依然不露风霜 能吞下所有的委屈 也能放大自己的格局 不论生活如何 能够清淡安稳 她是温暖 这样性格的女人 也许才是人生赢家 改变命运 需从改变性格开始 让自己静下来 脾气柔和一些 多说别人喜欢的吉祥话 多做让自己快乐的事 人生会越过越好 欧阳修辞职后 自称六一居士 小日子过得舒服 有琴一章 有棋一局 而长治久一胡 陶渊明挂印辞观后 自称吴柳先生 点斗重挂 快乐无限 闲商富失 以乐旗帜 无怀事之民于 看了古人的退休生活 再看看我们的退休生活 似乎太累了 多少退休老人 比上班更忙 带孙子 旅行 跳广场舞 参加各种比赛等 忙一点没有关系 日子充实 免得胡思乱想 最可怕的是 很多家庭有内耗 导致我们每天都闷闷不乐 虽然手里有退休金 存款也有一点 但是每天一起来 就觉得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若真的要心中无事 身上无病 就要及时逼自己离开以下几种人 避免晚景凄凉 不能成家的儿女 逼着离开 就能各自安好 当你退休了 儿女也应该二三十岁了 此时 儿女还不结婚 成家立业 那就令人焦急 依靠你的退休金 儿女也能有饭吃 但是往后看 你过世了 儿女吃什么呢 哪有那么多老本 能够保全儿女的一生 有一位父亲 多次安排女儿去相亲 但是女儿不愿意去 窝在家里吹空调 父亲果断把空调拆了 并且告诫女儿 你不出去走走 哪有人会看上你 哪有恋爱的机会 是啊 再好的对象 若是你不去相遇 就不会有结果 就是网恋 也要奔现才行 看起来 父亲是蛮不讲理的 其实父亲 是在毁掉生活的舒适区 人生要舒适 就要自己去建立一个小欧 去获得一份工作 一个爱人 而不是依赖父母 建造的一切 寒时家家出古城 老人看屋 少年行 不要担心儿女 在外头吃苦 受委屈 今天的痛苦 恰好是明天的幸福 痛苦之后 才有失和远方 算计你的亲人 逼着离开 从此不再纠缠不清 退休了 你的父母还在吗 若是在的话 需要人去照顾 并且 兄弟姐妹 也会走得更近一些 有很多的团圆饭要吃 父母已经过世了 家庭财产的分配 也会带来矛盾 毕竟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人 也不是没有 更可怕的是 兄弟姐妹的生活条件差一点 总是盯着你的钱财 今天向你借点钱 明天让你去帮忙带侄子 甚至把正在读书的折 送到你的家里 让你管教 亲人帮亲人 这是家庭和谐的征兆 但是有的人 把情感当成了感情牌 就很不愉快了 有的亲人 还不如外人 你对他有情有义 自己会很寒心 当你发现亲人 算计你的钱财和劳动力的时候 就应该果断离开了 从此可以止损 尤其是父母 已经过世的情况下 逢年过节一起聚餐 都显得多余 懒得听闲话 恶毒的邻居 逼着离开 生活环境会好很多 古时候 孟母三千 为了让年幼的孟子多读书 不要学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现在 中年人也会迁徙 为了孩子读书 或者为了更好的工作 退休了 我们还要迁徙 显得不太合适 也有人用古训来说 福人 六十不见乌 七十不添衣 不要总是 用古人的那一套 现在的人 活八九十岁 很正常 当我们退休了 发现周围有很不友善的邻居 动不动就吵闹 日子会很难受 每天把门关起来 不到小区里 也不是办法 邻居之间 难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在有条件的前提下 退休之后 重新找一个地方居住 也不是不行 去乡下 去另外一个小区 都行 若是你没有能力搬家 那就注意和邻居保持距离 少聊天 互不麻烦 别在小区群里说话 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团结那些友善的邻居 让恶毒的邻居 无地自容 世上还是好人多 正能量总是会赢到最后的 总有一些退休老人 没有活明白 还常常是不好意思拒绝 一些老同事邀请聚会 加油喜事 邀请帮忙 都不会拒绝 还和上班那时候一样 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刘大爷 退休之后 听说老上私家嫁女 就主动去帮忙 不仅招呼客人 还开车去车站接人 忙碌了几天之后 老上私连汽油钱都没有给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刘大爷在家人面前 说了很多抱怨的话 老伴说 你活该呢 把自己当成职工了吧 一把年纪了 和谁不是平等的 不管你曾经在什么岗位 上司是谁 你退休之后 就是一个普通人 站在你面前的人 也是普通人 谁不能主宰自己 永远是一个奴隶 余生的时光 都是你自己的 不要活成了别人影子 那些总是勾心斗角 要占便宜 要攀高踩低的同事 就不要理会了 就是他家有喜事 随里都显得多余 人与人交往 你尊敬我 我才会尊敬你 永远是相互的 若不是这样 不如彼此做陌生人 星云大师说过 春天不是季节 而是内心 生命不是躯体 而是心性 老人不是年龄 而是心境 人生不是岁月 而是永恒 一个人是不是顽景凄凉 不一定是用金钱来衡量 而是用内心的感受来衡量 内耗太多 看什么都碍眼 端起碗来 也闻不到饭菜香 这是退休老人 一定要舍去的 过好退休生活 人的因素很重要 宁愿独处 也要逼着 让自己闹心的人离开 若是对方不离开 你走开好了 只要每天睁开眼 看到了一缕阳光 心就会温暖 生活才会真好 前段时间 去邻居爷爷家做客 他是我们小区的空巢老人 大家平时都非常照顾他 作为邻居 自然会关照得更多一些 老人经常和我聊一些大道理 比如这次就和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人老了 难免会陷入孤独的境遇 之前以为孩子们可以给自己带来欢乐 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老人退休的那回 手里也有些闲钱 那时候他的孩子也时常会来照顾他 但也没少用老人的钱 如今对他的态度却越来越差了 因为老人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我之所以经常来照顾老人 一方面是作为老邻居的责任 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跟过来人多总结一些经验 这次聊天的过程中 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分享给大家一起听一听 人老了才明白 聪明的人早已经留下三条退路 以防晚景凄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我们一直追求的养老方式 应该就是养儿防老 在之前生活节奏很慢的时代里 除了孩子们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之外 还要保持浓浓的亲情 倘若失去其中一个 都会让你在晚年的时候 坠入晚景凄凉的境遇 反观真正聪明的人 早已经摒弃了所谓的养儿防老 而是尽可能地提升自己 不过分地依赖孩子 任何时候只有保持足够的独立 你才能够感受到亲人的陪伴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也许年轻的时候 感触不深 毕竟自己有能力去赚钱 不至于落魄到没饭吃的地步 可是人老了以后 若是没有攒下足够的养老钱 晚年的生活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哪怕你的孩子在孝顺 可手里没钱也是白搭 更何况人心都是会变的 保不起哪天 就会坠入老无所依的地步 老年人的生活 看上去不必再为工作 和生活而苦恼 可仍然会面临很多危机 比如突如其来的疾病 身上若是没有留下养老钱 甚至连去医院的勇气都没有 自然也就无法避免晚景凄凉了 然而真正聪明的人 早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养老钱 而且时不时还能接济底下的孩子 但也不会全部给他们 毕竟手里攥着足够的钱 晚年生活才能得到保障 人老了以后 最害怕失去的就是健康 这时候你有再多的钱 心情再温暖 都无法让你觉得幸福 毕竟当病魔缠身的时候 所拥有的一切都显得多余 唯有健康 才是最不可或缺的财富 可有些人 却并不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根本就不在乎老人的劝解 可当你逐渐地老去之后 仍旧保持着年轻时的不良习惯 显然会把身体熬垮 到时候可就追悔莫及了 真正聪明的人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准备 等自己老了之后 身体能够保持硬朗 手里也攥着养老钱 家庭也非常的和睦 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 缺一不可 每个人都会老去 但却少有人懂得给自己留下退路 最终难免会陷入晚景凄凉的境遇 一个人若想摆脱这种境遇 就必须要斩断养儿防老的念头 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以及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千万别总以为自己还很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可时间却总是稍纵即逝 也许转眼间便已经走到了 步入晚年的十字路口 到时候若没有留好这些退路 早晚会体验到晚景凄凉 也只能追悔莫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